2014年一位从上海交大毕业在网易经历业工作5年,请病假次数趋势可数的员工,今年1月底被诊断为心肌病,心脏扩大近一倍,在患有绝症的情况下,亲身经历了逼迫算计监视陷害威胁甚至被保安赶出公司的经历。 华为的一名前员工李洪源在受到了一笔30万元的离职赔偿款后,反成为敲诈勒索金,遭到了251天的拘留,最终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依法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并接受了国家赔偿,两个事件一出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把华为和网易这两个大公司推向了风口浪尖。 大家好,我是小叔,前不久我出去旅游了,长时间没发视频,过几天我想把这些视频补回来,有一些旅行的人为视频,今天我想讲一个热点话题,也是跟我作为一个IT人,工作十几年的IT人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网易有一个员工患病,保安把他强制拖出去,还有就是华为有一个员工被辞退, 然后给了30万的补偿之后呢,就遭到了251天的拘留,就是等于是被这个恶意的陷害诬告吧,当然了,这个据说这种事情呢,也不是第一起了,在华为内部,还有一个叫曾梦的,也是前几天突然曝光自己说,曾经遭到90天的拘押,这个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甚至是在知乎啊,微博啊,等等国内的这些媒体,这些类似的新闻都已经上了头条,就是说,还大家给编了段子,说什么,出身985,工作996,劝退035,离职251,维权404,用这串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出身于985,就是大学里最好的那30所学校, 但工作呢,却是996,甚至现在有人说,有807至,就是早8点到晚0点,一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劝退035,就是35岁,基本上就到了IT程序员的,就是退休的年龄,离职251呢,就是那251天的拘留, 然后维权404,当你想要跟这些公司维权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页面就会被删除,你的帖子也被删除,会显示404,该也无法找到的这个页面, 其实用这串数字呢,也是来讽刺这种,在企业面前吧,反正显得很渺小,这种感觉, 然后呢,也有人就是说,比喻现在华为就是一个劳务场,我其实对华为的产品,我还是相对比较的支持的, 因为他确实有一些非常优秀,生产出来优秀的,自己研发的一些东西,我曾经去过华为面试,接到过这样的面试电话, 华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面试时间一般安排在周末,他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耽误你工作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间, 但我进而多思考了一下,就说,因为面试也需要专业的人员,就是IT相关的人, 利益的或者是那些项目经理去参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周末也不休息啊,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华为可能,这个公司并不适合我,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周末, 那我其实今天也想就是这个机会,讲我过去的一段遭遇,讲两段吧, 第一段呢是跟这个职场有关系的,那我过去也曾经在一个私企里边工作, 比华为和网易不如,它是一个小企业吧,也就一两百号人, 然后呢我在里边实习三个月,其实我表现得很认真吧, 然后学习也很努力,工作也很努力,我当时做的是pre-sales,就是授权工程师, 那么需要一定的电脑,IT方面的技术专业的技能, 同时也需要就是与人去沟通,与客户,与公司内的销售, 但是在我实习期最后一天的下午,我突然间我所有的电脑都, 我的电脑就上了网了,邮件发不出去,接受不到了,我被断网了, 然后就立刻来了人力资源的HR部门的那个女人, 把我叫到了另外一个屋子里,跟我说了一堆客戴话, 最后但是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因为我监控到你在上班期间曾经浏览过新浪财经, 这么几次,屈指可数的几次, 那他认为就是我在上班期间浏览网站, 就是股票类的网站,那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伪计, 因为你的心思可能在股票而不在我, 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最后他就是坚持说你没有达到要求, 我们立刻就要把你辞退, 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公司, 其实这个公司以前这么快的开人不是我第一例, 曾经有一个有几个就是比较努力的程序员, 在这公司里甚至工作了一两年的都是这样, 就是立刻就突然间就消失了, 不是因为他们跳槽了, 而是他们不符合要求, 突然间就被辞退掉了, 没有拿到任何的补偿, 为什么, 因为他说你伪计, 在员工伪计的情况下, 你是拿不到一分赔偿的, 所以当时是那样啊,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当时我觉得很冤啊, 政策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难道你们就不能对我的这就是偶尔浏览一下网页网开一面吗, 而且我又不是机器人, 我是人啊, 我人都有情感, 有休息, 有劳逸结合的时光, 他们不听, 就是执意要把你辞退掉, 而且立刻让你走, 就是这么的决绝,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有这种压力, 自理行间的在这个行业就会透露着, 我就要辞退你, 你奈我何,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就要反驳我了, 说你如果干不下去, 你可以找下一家啊, 或者像网易或者华为那样, 就是你不想干你可以辞职啊, 你可以创业啊, 你可以很大度的从那个公司里出来, 有的是让你选择的职业啊, 其实你有的选嘛, 仔细想一想,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逻辑, 就是说当一个个人, 一个个体面对着一个具有完善的法务人士的这种大型的公司的情况下, 那么我个人面对的是一个公关能力极强的大公司, 我们本应该就是属于弱势的一方, 但是我们还要被那些所谓的狗腿子, 嫌弃为多事, 你不努力, 甚至要发动所有的自媒体平台, 都要把你这个自媒体的最后一根努力的稻草所拔走, 那么不允许你去发任何的呐喊, 是吧, 发不出声, 那你说这些人到底安的什么心, 后来我从这个前一个公司就是被辞退, 三个月, 实习期就被辞退之后, 我又找了一份工作, 是一个外企, 欧美企业, 然后呢, 我就看签合同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这么一条, 就说这个企业, 不论你员工的年龄, 性别, 以及兴趣向是什么样, 公司都不会对你进行歧视, 那其实我在这个公司里, 也看到了不少就是年龄非常大的员工, 五六十岁的也有, 然后呢, 还有就是那种残疾人, 拄着拐杖的, 或者是就是明显感觉到他身体有一些机能障碍的人, 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公司里就是工作, 也得到了这个机会, 虽然说我没有看到有一些公开出柜的LGBT的人群, 但是据说在海外, 就发达国家, 西方的发达国家, 甚至有一些变性人, 也在这个公司里边自由的就是工作, 没有人去歧视他, 其实我感觉到我的三观也受到了一些颠覆, 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教育, 或者是这种公司的文化里边, 从来也不会提及, 刻意的提及去保护, 说不同性别的人, 或者是年龄不同的人, 或者是兴趣向不同的人,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就是招聘信息里, 就是明确的写, 写到要男性或者女性要多大岁数的之内的, 范围之内的, 超过这个岁数, 就是可以直接被这个拒之门外, 对吧, 更别提你的性取向的问题了, 这个连想都不敢想,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如果你有你和大部分人都不一样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是错的,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讲理,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文化熏陶下面的一种, 就是一种奇怪的思维吧, 我觉得这应该去改变, 通过就是我后来在这个外棋里的一些细节的观察, 我会觉得他们的这些规章制度, 真真正正的是去保护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 你确切实实的是落实到纸面上的, 你既然他能够写在合同里, 那么你随时都可以拿这个合同里面事情来说事, 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外棋和过去的那个私企里面感受到的最大的不同, 所以现在就懂得了一条, 就是YouTube这个平台是美国谷歌公司的, 他也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看起来并不很自由, 甚至在国外的很多海外华人告诉我, 说美国也好, 西方是一个社会, 也有政治正确, 不能什么话都讲, 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呀, 对吧, 但你觉得一样吗? 他们的这些条条框框和政治正确, 其实归根到底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 一种尊重, 就是在这些发达社会, 你不可以随随便用言语或行为来讥讽LBT人群, 讥讥那些残疾人, 讥讥那些黑人和有色人种, 你也不可以在找工作的时候, 明确的把年龄这个目标写到你的这个招聘条件里, 对不对? 但是你反观我们呢, 好像经常会有这个小品, 像上在讽刺, 有这个残疾人, 也好像拿黑人就当做一种素质很低的人, 经常会放在嘴边, 以及他只要跟你不一样, 有一点娘, 你就会骂他, 是伪娘, 是变态, 对吧? 是不是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 而他们的这种保护, 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和尊敬啊, 我现在再想讲第二个我的故事, 曾经我的牙做了一个根管治疗, 在北京的一个著名的三甲医院, 是进去以后呢, 我在治疗完根管的时候, 离开这个诊室的时候, 被一个尖锐的物体划到了, 当时我就看了一下, 是正在接受治疗的一个病人, 仪器设备旁边有一个尖锐的东西刺到了, 然后我就出来看了一下, 我的胳膊这块有一点点划痕, 而且有血迹, 当时我就思考了一下, 我感觉到有一点担心, 我担心什么, 因为那个人正在接受治疗, 他的那个器械滑到了我, 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就是血液上的交叉感染, 所以当时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顺便呢跟医院去解释一下, 但我可能想法太过于天真, 太过于理性, 去了以后, 医生根本就没有跟我多说什么, 直接叫过来几个保安, 然后把我直接就给隔离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办公室里边, 然后呢我就被这几个保安团团围住, 我就不能够跟这些大夫直接的沟通了, 之后我就听到他们这些保安跟这个大夫就说, 说我就是来闹事的, 我就是为了额他们医院的钱, 我就是一个就是医闹患者, 等于是这样, 直接就给我把帽子扣过来了, 如果当时我还算脾气比较好的话, 那听到这番话以后, 那我就彻底的非常的愤怒, 因为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直接把我定性为一个就是额钱的人呢, 我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报警, 报警警察的要求就是掉录像, 看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就故意找茬, 故意没事干, 到这就是为了额他们钱, 结果发现我确实是进了诊室做了治疗, 出来的时候, 因为里边这个诊室里边没有摄像头, 出来的时候看到, 我确实在看我自己的胳膊这块, 那也就是从侧面证明, 我确实是被什么东西给刺到, 或者我这块是有一个伤口当时, 但是呢, 医院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解释, 就说要不然你就回去吧, 找法律方面的部门去解决, 要不然你就就是告我们去吧, 要不然你就这个直接找这个纠纷办公室, 当时我去纠纷办公室, 就是有这么一个单独的机构处理这些医疗纠纷, 进去以后那个大夫, 比我前面认识的那些大夫还要冷漠, 还要就是态度蛮横,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解释了, 就是说我们的设备,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你想要赔钱, 你就直接找这个, 就是直接就请律师吧, 就直接就告我们去吧, 我当时觉得很诧异, 我并不是想赔着, 让你们赔多少钱, 而是想我了解一下, 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有问题, 对吧, 会不会传染疾病的概率有多大, 我会不会被交叉感染, 以及你们能不能重新改, 改善一下你们的这个医疗的情况, 因为尖锐的物体对着外边, 除了对我有伤害, 那以后可能对别人也有伤害, 这样会造成交叉感染, 对吧, 那么他全然不听这些东西, 就是纠纷办公室的医生, 就执意一个威胁我, 就说如果你再不走, 那我就要请保安请你出去了, 就这样, 然后我没有办法, 想找他的上级单位, 想找院长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层层把守, 就是有很多的保安, 以及就是铁栅了门, 你根本就找不到, 然后呢, 想找其他的部门, 他的上级单位, 也没有投诉电话, 等于是投诉无门, 那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只能打12345, 非紧急救助热线, 市长热线, 那么最后给我答复是, 给了我一个答复, 写信给他们的上级部门, 提供了我这么一个账号, 我后来写了一封, 辛辛苦苦写了很多的信, 我其实不要求你赔偿什么, 而我只是受不了你们的这种冷漠, 和这种把我定义为一种一闹的这种态度, 我是不认可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赔礼道歉, 同时呢, 我如果可能的话, 你们应该给我报销, 我检查这个传染病几项的费用, 其实也不贵, 只有一两百块钱, 你说这点事情, 难道要我去请律师, 跟你们去打官司吗, 但是后来我得到的回复, 依然是冷冰冰的几句话, 只能通过法律问题, 法律解决, 只能在法庭上, 你去告我们, 这样的话就结案了, 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能吃一个哑不亏, 那我其实想要在这里, 就是简单的讲述这个事情, 就是说人在强大的一个机构, 或者是企业面前, 你是非常渺小的, 那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一个公正的法治, 需要的是可以为你发声的一个媒体, 当时我是多么希望, 能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为我说话, 或者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渠道, 他们能够倾听我的意见, 哪怕是对我, 就是作为一个个人,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 作为一个被你们医疗器械伤害的人的一种关照, 没有, 重新话说回到咱们这个华为事件, 就是华为的官方昨天回应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 如果这个关押251天的这个李洪源, 认为他的权力受到损害, 那华为将支持他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吧, 包括起诉华为, 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治的精神, 这是一个很官方华为的一个就是回应吧, 其实从表面上看, 这些回应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个体的力量和你这个华为这种体量的公司去抗衡, 哪怕是法律是公平的, 你个体你能耗得起这个时间吗, 对不对, 你花钱请律师和他们雇佣的这个专业的叫律师团队能够相抗衡吗, 如果那个人就是李洪源, 当时没有这个就跟人力部门的电话录音的话, 会不会就真的把他给判刑呢, 就不会申请到国家的赔偿呢, 这种风险是一个个体能够承担得了的吗, 我们仔细的想一想, 还以及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34、35岁就逐渐要被优化的员工, 以及为这些研发人员发声, 而最终被处理被封禁的这些人, 以及在996上班, 因为996、807等等这种加班过劳死的这些人, 还有就是你每次都这样的默不作声, 那只能换回来对方更加的得寸进尺, 和别人也去效仿, 别的企业也去效仿这样的事情, 对吧, 经常有一些人在评论底下来教育我, 就说你看你整天的抱怨, 视频里负面情绪那么重, 我想说这些批评我的人, 大部分都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经验的那些人, 包括一些学生, 是吧, 或者涉事未深的孩子, 我不跟他们多计较, 我只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教育你, 当有一天, 当这个强势的群体来欺负过你一次, 或者当你的亲人, 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大病一场, 而花光了你所有的积蓄, 而还有可能是你应该有的权利或者财产, 被突然间的一个政策所剥夺一回, 或者是被社会骗那么一两次, 你感受一次这种投诉无门,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也许你就会改变你现在的看法了, 你会觉得你现在诋毁我, 骂骂我的这种行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但是如果你更活得明白一点的话, 你可能会更加深入的思考, 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可能还有人会这么去形容我, 你不爱这里你可以滚呢, 是吧, 那我就想问, 是谁不爱这里, 是谁不喜欢这片土地呢, 我想反思, 这些问题解决, 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问题的办法, 那么希望它进步, 这不是一种爱吗, 该滚的其实是那些骂骂咧咧的那些社会的蛀虫, 而该滚的也包括那些不敢面对现实, 活在自我陶醉当中的那些人, 对不对, 而更多的人并非是一种抱怨, 而是把这些问题提出, 并且想思考它, 如何努力, 希望它能够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像那些人一样, 只是用无数张手去掩盖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埋得越深越好, 那这些人我觉得就是敢于提出问题, 并且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 才更应该留在这片土地, 那我们今天其实我讲这两个热点事件, 也是跟我有密切的关系, 我不求说改变大家的想法, 我也不求说有多少人去认同我, 只不过我作为一个IT人, 我为这两个就是员工吧, 感到满息, 因为本身IT人都已经很辛苦了, 每天加班加点, 他们的就是业余时间被挤压的很少, 我希望能够有更少的这种悲剧, 再次发生在我们身边, 好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